贝加尔国立大学拥有自己的学生文化修协中心 在这里学生们可以看电影 举办音乐会和各种有趣的竞赛 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年轻人组织参观博物馆 城市游览 以及游览贝加尔湖和其他西伯利亚地区有趣的地方 我的名字叫做杨泽鹏 我的俄语名字叫做安德烈尔 我来自中国 我现在在贝加尔国立大学学习 我是贝加尔国立大学俄语系的一名学生 我来到俄罗斯已经有一个月了 在这里我见到很多新奇的事情 在9月16日我们参加了学生的游行 所有业务库资客的大学先生都会参加在其中 我作为贝加尔国立大学的学生 我们在游行的时候会大喊我们学校的名称拜该务 在9月17日我们去参观了另外一家博物馆 这里有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以及当时人们生活用的木船 吹具以及他们居住的古老房屋 感受了所有俄罗斯人当时的生活环境 以及他们是如何生活下去的 之后我们去了贝加尔湖 贝加尔湖是世界第一大淡水湖 我们倾听来自湖面的微风 以及感受了湖面的清爽 我们在湖面散步拍照 在贝加尔湖之后10月7日我们去了阿尔山 我们从早上五点出发 从黑夜到朝霞 我们在车上一起畅聊 到达阿尔山之后我们攀登阿尔山 登到山顶之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很值得 山顶的瀑布 森林以及白花树 在阳光普照下白花树展现了丁达尔效应 丁达尔效应在其中展现了淋漓尽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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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